海贼王最终章第十八话 围攻 CP0联手泰佐洛和明哥围攻麦哲伦 剧情紧接上一话 承受住泰佐洛的一拳 麦哲伦口吐鲜血被打飞 史翠希也没闲着 干净利落地解决掉了小萨奇 倒地后的麦哲伦对史翠希发动攻击 毒液并没有造成伤害 与此同时陆奇也解决掉了汉尼巴 面对史翠希和泰佐洛的联手 麦哲伦并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思 立马甩出一招毒龙 却被史翠希制造的花草树木挡住 没造成一丁点伤害 泰佐洛立即发动觉醒能力 朝着麦哲伦挥出一拳 毒液与黄金产生激烈碰撞 史翠希见状也加入了战斗 跳在空中朝着麦哲伦的下额踢出一脚 被踹飞的麦哲伦没有认输 甩出毒液击中泰佐洛和史翠希 紧接着史翠希与泰佐洛一起嘴顿麦哲伦 没能成功劝说麦哲伦投降后 泰佐洛开启津津果实的最终奥义 变成一个巨大的超级战士 朝着麦哲伦攻了过去 麦哲伦企图用毒液进行抵挡 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被冲击波结结实实的命中 随后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麦哲伦也被爆炸产生的火焰完全吞没 就在泰佐洛以为胜利的时候 麦哲伦的剧毒拳头突然出现 打中了泰佐洛和史翠希 随后麦哲伦缓缓来到泰佐洛的身前 准备给身受重伤的泰佐洛致命一击 千军一发之际多福朗明哥出现 使用献献果实的觉醒能力 重伤麦哲伦的手臂 史翠希也在此时出现 释放出无数条藤蔓将麦哲伦完全束缚住 见到麦哲伦失去行动能力 多福朗明哥立即发动攻击 在泰佐洛 史翠希 多福朗明哥的联手攻击下 海底监狱最强男人麦哲伦战败 随后CP灵权源与泰佐洛和明哥一起 大摇大摆地离开坚不可摧的海底监狱